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唐高老师,那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主题,就是JECO设计之美的第二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当中,我挤七个这个应用范例,来从例子出发,来让你体会一下这个应用情境。 那么之后,在第三以后的阶段,我会再针对这些范例里头的背后的这个设计的哲学跟思想,来再帮你做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讲解。 OK,那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已经是一个高阶段,高级阶段了,所以呢,要以很多的例子,来凸显背后的设计的哲理跟思想。 那么,透过这个范例呢,我来传达这一个很重要的设计的哲学跟美学,所以我们才称为JECO设计之美。 因为JECO本身,那是实的还是虚的,那它的用途是什么?那它里头的代码为什么那么少? 那在那么少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要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那这次很多人不太能够理解的,那就是因为这个背后的设计的哲学美学呢,并没有很深刻的体会,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但是是因为,它这个在设设计的哲学,像JECO,它里头没有太多的逻辑,所以呢,少了很多个how to,就是它的操作性不强,但是又是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说,JECO设计呢,基本上,有很多很多的原则,但是并没有很明确的规则。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造型来协助你,去了解这个设计的哲学,以及美学之后,那么协助你,创造你自己的how to。 OK,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一个主题之下,大家要理解的,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写一个类,就是有Divian EOS等等的这些很明确的步骤,跟逻辑,很清晰的规则。 但是,在JECO设计上,并没有。 OK,但是可以从造型当中去领悟。 比如说,比如说,下围棋,下象棋,你没有很明确的规则,但是,也有它很重要的原则。 因此呢,很多人就发展出象棋的定式,围棋的定式,甚至学武功的招数。 OK,所以我们就从造型出发。 所以在这一个单元里头呢,我就针对这一个范例1,这是针对第一个范例1,来做个详细的收银。 好,那这个范例1呢,我是用这个use case,就是用力的分析的角度。 因为,我们在软件当中,要来描述需求,目前为止,就是use case,就是用力分析,用力来表达。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逐渐的,让use case跟我们的这个,EIT,的造型呢,也能够做一个对接。 我的意思是说架构设计用EIT造型来表述来表达 那么需求面可以用use case来表达 那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搭配 就是需求用户的需求用use case来分析 或者是来描述来描述来表达 好再来我们是依照这一个use case的分析跟表达 而由架构师来这个规划设计这个架构 那么架构师呢用这一个EIT的造型来表达来表述 那么就可以清晰的传达给开发者 我再讲一遍 就是用户他提出他的需求 我们用use case的分析跟图形跟文字来做一个清晰的表述 所以use case是表述需求的工具 OK 再来 EIT造型是表述这一个架构设计的工具的一个途径 那这样子就可以从用户通过use case 再来通过架构师 再来通过EIT造型 再来传达给开发者 刚好把用户架构师开发者 然后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呢 这个我们在这里先提出用use case分析来跟EIT来做一个对接 让你可以欣赏一下这个的美好的表现 OK 好 那么在这个谈use case分析之前 那么我来对上一个小单元 上一个小单元做一个复习跟铺垫 那么也让你在谈案例子的时候 也能够开始接受一下 比较抽象 比较这一个哲学面的设计思维 尤其是Jaco 因为Jaco本身没什么代码 所以呢 你会看不出how to 因此呢 他只有很多的原则 而少了明确的规则 在这个时候 就必须发挥你的 这个哲学的思想 发挥你脑筋的悟性 那么能够 才能够更上一层脑 OK 好 那么JacoI是实的 第一个我们用虚实相依 我们用虚实相依来协助我们思考 一个Jaco是实的 譬如说一个茶杯 一个茶杯 那么这个茶杯本身就是一个 拌了一个Jaco 好 那Jaco内部可以放果汁 放牛奶 有没有 放牛奶 所以 像一个杯子本身就是 实现一个Jaco 实现一个Jaco 这个Jaco代表一个空间 是空的 所以杯子的内部 是空的 是空的 它用来容纳未来变化 比如说 你今天 在杯子里头放了水 待会把水喝光了 再放果汁 把果汁喝光了 再来换 这一个 咖啡 所以 这一个 变化的 就是果汁 水 跟咖啡 然后呢 这个水跟咖啡 是在 摆在这个空间里头 那这个空间呢 是由Jaco 来创造出来的 是由Jaco 好 那么这个Jaco呢 是依赖在 杯子上 依赖在杯子上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你到 这个像海底刀 这些火锅店 你会发现 桌子上面都挖一个洞 OK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体会啦 所谓Jaco 就是那个洞的边缘 那个挖洞的那个圆圈 那个边缘 叫Jaco 好 那是Jaco 然后Jaco呢 是连在这个桌子上 是桌面上 所以那个桌面 叫 桌面 然后 然后那个 桌面跟 锅子的 那个衔接的点 的那个圆圈 叫做Jaco 所以那个洞 就是空的 所以就叫空的 一样的 所以这个杯子 杯子跟果汁的交汇点 就是Jaco 然后果汁是放在空间里头 这个空间就是由Jaco 创造出来的 OK 那为什么要做Jaco 因为我们要 容纳改变 包容改变 叫做容易 所以呢 架构师懂得 透过Jaco 去包容可变的 未来的变化 那么架构设计 就很容易了 这是中文字的一个妙用 容易就是包容未来的改变 OK 所以让我们容易接纳 适应未来的一个变化 环境 所以让我们能够更灵活 更具生命力 但是这种虚实相依 就是 实的 然后空间是虚的 Jaco是实的 空间是虚的 果汁 饮料 也是实的 创造出一个虚实相依 的一个环境 虚实相依的环境 OK 那这里头 变与不变的意思 不是变是虚的 不变是虚的 不是 是空间是虚的 无论变与不变 都是实的 OK 那这样子把它 整合在一起 就是说 我们脑筋里头 我们所要考虑的 不是 实的 也不是虚的 而是虚实都要 也就是说 我们要的 不只是杯子 还要 杯子的Jaco 而且 连果汁 可乐 水都要 那这样子 我们的 创造的一个 虚实相依的 一个整体 那这个整体呢 本身又如何 表述呢 这个整体 又要放在哪里 因此我们需要 更大的造型 更大的空间 叫做造型 OK 所以造型里头 放的是虚实相依 所以有叫做 双层级的抽象 双层级的抽象 比如说 我们刚刚所谈的 在你看一般人看起来 这个果汁 水 饮料 它是多变的 所以呢 它是死的 把它抽掉了之后 留下杯子 把果汁 饮料 可乐 把它去掉 留下一个杯子 这叫做 稳定 可靠 不变 就是 果汁 饮料 可乐 会变 把这个 变的 去除 那么 留下的 叫做 万变 不离其中的 钟 然后 以后 抓住杯子 就可以掌握 抓住 不变的 就可以掌握 会变的 这是过去的 架构师 的一种认知 这个认知呢 可能对 可能也不对 但是 以我们看起来 这个认知是不完整的 是不完美的 我们要的 并不是抓住杯子 我们要的是 杯子 可乐 饮料 等等 包括 接口 我们整体 通通要 然后 我们要来寻找一个 更大的空间 来包容 这个整体 包容 这个整体 OK 所以 传统的 叫做 单层的抽象 把会变的 抽掉 留下不变的 这叫做 一个层级的抽象 今天 我们在学EIT的时候 我们要 进一步 来思考 两个层级的抽象 当我 把这个 果汁 可乐 饮料 跟杯子 跟接口 都把它 组合成一个 整体的时候 这个整体呢 它的形式 是什么 这个整体呢 它应该 放在哪个空间 里头 好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如果你天天 在穿鞋子 对不对 那么鞋子里头 有一个空间 容纳你的脚 OK 所以脚 是可变性的 所以 袜子跟脚 之间 就是一个传统 的一个抽象 因为 大家以前都认为 抽象 就是把会变的去掉 所以不变的 叫做抽象 所以呢 脚每天都在变 OK 换来换去 反而是袜子 是不变 OK 如果从袜子的角度去看 对不对 因为今天把脚 袜子就等于杯子 对不对 所以 把脚 今天把脚 放在袜子里头 就等于今天 把可乐 放进杯子里头 晚上的时候 把脚抽掉 剩下的鞋子 就是把杯子的果汁 倒掉 剩下杯子 所以 就从这个角度看 那么 袜子是比较抽象的 脚是具象的 这就是 传统的一种 单层抽象 那这种单层抽象呢 是不完美的 不完美的 无论鞋子跟袜子 无论鞋子 相对上 鞋子跟袜子 有没有 刚刚讲的是 袜子对脚 今天对鞋子来讲 早上 把袜子放进鞋子 套着脚放进鞋子 晚上 把袜子从鞋子拿出来 就等于说 鞋子是杯子 袜子呢 相对上 变成是果汁 可乐饮料 因此呢 相对上 鞋子比较不变 袜子比较会变 这又是 另一个传统上面的抽象 OK 好 那这些 不管怎么样子 便与不便 我们需要有一个 虚实相依的 一个机制 来让它们两者 可以结合 可以结合 OK 那结合的道理很简单 我们用一个石的杯子 创造一个接口 创造一个虚的空间 来容纳 石的 会变的 果汁 可乐 饮料 OK 所以 果汁 可乐 饮料都是石的 杯子也是石的 甚至那个接口也是石的 但是这个接口 所创造出来 可以容纳 果汁 可乐 饮料的那个空间 就叫做虚的 OK 好 那我们 需要 当我们 创造的 达成的虚实相依之后 我们需要有一个 更大的集装箱 来把它包起来 那 这个集装箱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形 简单的形 来把鞋子 袜子等等 甚至连脚都把它放进去 那这样子 这种双层的抽象 就是我们在这个单元 所要传达的 一个重要的目标 那这也是架构设计 一个好的架构师 有效的架构师呢 要 具有的 这个 基础 具有的这个根底 OK 其中 第一层的抽象 是大家最熟悉的 第二层的抽象 大家就不太熟悉的 但是 你如果想一想 一个女生 或者女士 为什么天天要带皮包 因为皮包里头 可以把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化妆品的盒子 也放在皮包 化妆品放在盒子 盒子放在皮包 一个倒一个 一个包一个 那么 这样子就过成一个多层级的抽象 这样子的 那这个我们待会 以实际的例子 再来说明 现在只是让你了解 在 解析 复杂的 这一个系统的时候 那么 运用 这个双层级的抽象 也就是传统的 变以不变的抽象 加上 EIT造型的 这种集装箱的抽象 那就对了 运用这两种的抽象 就来 就能够 非常简单的 看得出来 所有的各式各样系统的架构 所以我挤了七个例子 让你看看 应用这样子的一个 双层的一个抽象 传统的 变以不变的抽象 加上 集装箱 加上 这一个 EIT造型的抽象 你就可以 如以得水了 所以 这个 再 铺垫一下 从 这一个 EIT造型来看 我们就特别强调 I是一个主角 OK 尤其是 我们现在 在谈的都是这一口 所以EIT造型呢 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use case咯 所以use case是什么 我在后面的单元 会有再详细的说明 OK 这里只是几例子 有例子先出场 让你可以有个问题在脑筋 然后 我再告诉你 依寻什么样的原则 依寻什么样的视角 来看它 OK 所以我先 跟你讲的是例子而已 所以这个use case模型呢 的概念 它就是在描述一个系统 它表达了使用者 对系统的一种 它表达了这个需求 就是 user到底要怎么用这个系统 这就是use case要表述的 那也就是每一项use case呢 就是一个系统的一项责任 跟它的功能 好 那也就是表达了一项用户 对于这一个系统功能上面的期待 好 那就开发者来讲 他要依据这样的需求 来做开发 来做开发 来做测试 之后来做交付 给这个用户 OK 交付给这个用户 好 那这个use case分析呢 我们 基本上 后面还会再说明 那这个叫做用户 那这个代表用户的一项 期待 比如说用户想 透过这一个软件系统 透过手机 来做支付 来做支付 这是一种期望 一种 想要的 想买的东西 所以简单说明 什么叫做use case 很简单的 叫做 What user want to buy 就是用户想付钱买的 那种服务 就叫做use case OK 用户想付钱 去买的这个功能 这叫做use case 所以为了要达成支付 他有一个必要的部分 就是查询账单 在查询账单的时候 要跟云端的后台 的账单服务 的这个功能 这就是后台的功能 这就是移动终端的功能 对这个后台的账单服务 来做 来沟通 也就是他使用 后台 来取得这个服务 那Attend 的呢 是属于可有可舞的 Attend 的呢 是可以选择性的 Include 的是必要性的 这是可选择性的 所以这个账户账单 可能你要经过安全的审核 还有查询做记录 等等的 那Anyway 这就是一个传统的use case 的一种 这个分析图 分析的是user到底想买什么 user想付钱 买一个软件 在手机上面跑 可以来做支付 可以来做支付 好 那他要付钱买这个 那他还要有一个基本的功能 服务就是查询账单 这个查询账单 自己的移动平台 没有办法独立完成 因此呢 他就使用了后台的 这一个服务 那后台服务呢 里头呢 可能有一些需要做安全审核的 可能有一些是不必要的 这叫做可选择性的 那么也可能要做记录上的查询记录 要把这个查询的过程把它记录下来 好 那我们现在要把交点放在哪里 放在接口 放在接口 所以呢 这一个use case呢 这边提供的是UI 这边提供的是UI 那这边是跨模组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接口 这就是接口 有一个接口 所以这里有一个接口 对不对 只是一般人没有把它明确的表述出来 它就只有一个箭头 对不对 使用EIT造型可以引导我们去找到这个接口 因为我们的用意就是要 这里有一个接口 不是很清楚 所以就透过E跟T 来协助把这个I把它厘清 把它厘清 就像说 如果在这里看到有一个门 但是你想 这到底是什么门 对不对 再仔细看 原来是男生厕所 这I就是男生厕所的门 这样就很清楚了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透过EIT 就可以把这个I把它抓出来 而且明确的表达 表达了之后 因为这是代码造型 所以呢 可以迅速的LOS成代码 迅速LOS成代码 OK 然后呢 接下去因为这里有一个I 所以用EIT明确表述之后 就在I做一个切割了 这I做一个切割 这个I呢 可以跟这边一起开发 T跟这边一起开发 这叫独立开发 就是 架构式决定了这个I之后 T归这边 T归这边 E归这边 因此就可以兵分二入 独立开发 并且呢 可以LOS成代码 LOS成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这计划是什么意思咯 好了 因为我们是依照这个 I来做一个切割 做一个切割 所以这个E的部分 我们用来代表这个整个 就是说在这一边整个部分 就用E来代表 在这里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暂时不考虑了 或者是外包给另外一个团队 然后我们只是用一个E 来代表这里的一大块 OK 那E代表它们 所以这边就可以不理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重心放在 这一边 那这一边就是以T T就是归到这一边的 所以我们就会开始 如果要开发这一边 我们就开始从T往外这边的去做开发 至于往左边 就只要写个E这个类就可以了 那I制定出来 在T这边开始做开发 因此叫做缤分二路 OK 所以一旦EID造型 来表述这个接口之后 这个use case呢 就能够单独的 依照这个use case所延伸的 就可以来往后发展了 就是这一我们是依照I来做一个切割 这一边的部分 我们就由这个E来代表 所以我们就不用再暂时就不开发 因为我们要把精神集中在这里 集中在这里 所以呢 就可以针对这个use case 继续做企业的规则分析 可以做领域的这个类的分析 那这里分析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分析出来 再以EIT的方式去呈现它的插件 那这边找见出来有更多的类 所以这里是传统的类造型的一个分析 你不用EIT也可以 这边呢 也可以用EIT 也可以不用EIT 但是这里头就要EIT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接口 那如果你这边还发现有接口 这可以用EIT 如果这一间之间没有任何的接口 那么你就直接用这一个一般的function code 就可以了 当然之后在几个例子里头 为了保护它的变动自由度 我们在这里会再加上EIT 会再加上EIT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更详细的一个细节设计咯 那现在我们重点是依照use case的这个接口 把它兵分二路 就可以先开发右边这一段咯 那里头的细节就是这个样子 OK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迅速的把它落实成代码 因为这个部分就节省了 可以加快把人员的重心放在这一块 因此呢 就可以做单独的测试 我们可以有了I 有了E 就可以来测试这边的代码 因此呢 可以适合呢 快速的这个Iteration 迭代以及快速的交付 OK 例子说 现在 有些团队使用了叫做敏捷开发 那么 我们的 这个弹性的架构设计 我们EIT的运用 刚好可以 对于这个系统 做一个很有弹性的切割 那么可以来支援 这个快速 Loss成代码 来快速做减连 来启动 触发这个敏捷快速的迭代 那这个就是我们 Use Case的配合EIT的一个妙用 那Use Case代表的就是用户的需求 所以从用户 所以从用户 对不对 透过Use Case的表述他的需求 再来透过EIT来表述我们架构的这口 表示我们架构的这口 OK 然后就把它二分法 二分法 独立开发 平行开发 之后 再来继续对这个系统呢 做更多详细的设计 里头还有更多的EIT的发挥的空间 就是看你里头隐藏了多少多少的这口 OK 好 那我们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 让你了解的这一个Use Case表达用户的需求 EIT表达架构师对于接口的设计 然后呢 EIT落实成代码来让开发者可以很快速的一个实现出可执行的软件系统 所以透过Use Case的分析加上EIT的造型 可以把用户架构师跟开发者把它衔接起来 衔接起来 OK 那在这里 我们就 之后我们会举实例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来让你看看这个EIT是怎么转变成代码的 那在这里我只是先提 这个案例还没有给跟设计的想法 至于实现代码 那么在后面的例子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这里是在教你怎么用EIT去想 或者是去想或者是去表述 这个我们的架构设计 所以谈的是范例、问题、思考以及EIT的表述 至于DOS成代码 这我们后面再来详细的给你看代码 好 我们就先暂时休息一下 谢谢